大家好 我是小林 今天我们是连续三天 说中国楼市 中国大陆的楼市 说两天 本来说两天的赛格大厂 想不到第三天继续颤抖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炒房急先锋城市 深圳的地标线建筑 连续三天颤抖 昨天更有一个更大的事情 左辉 中国地产业的首富 死了 哇 这个真的是 有时候 有一句话叫什么 不道理不信邪 这个就是很邪门 知道吧 这个有点邪门 你看地产的老大哥 死了 无端端死了 深圳的楼连续的晃动 哎呀 有时候就是这么邪门 这会不会预示着 中国楼市 将要出现大问题 所以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事情 那几个方面我来说说 一个一个来说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一个说中国楼市说的比较 应该来讲是有点专业性的这么一个频道 我还有点信心的 说说大陆楼市我还有点信心的 其他的我不敢说 但是你可以发现现在这个中国政府这个体制 它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 你发现没有 这个楼灿了三天 这么大个楼 没有任何解决方案 没有解决方案 解决问题的能力没有 但是推卸责任的能力倒是挺强 所以你发现没有 习近平搞了半通 搞了这几年 他可能没有人画 习包子的小学生 他可能觉得他铁腕整治 这些官员可能会数字有所提高 他自己真相信他救世主 习包子真相信 这个中国就是他打 要等着他来救的 习包子自己是信的 他真是四个字信的 但是没想到 他缺乏对市场 对人性最基本的认识 他的这种整治 没有把这个官员群体 变得各个都很正直 很能解决问题 不是 他把官员群体 变成了一个非常会 推卸责任的群体 怎么会推卸责任 你看 我昨天说了 人口他搞个主要数据 是吧 现在全面数据 没有了 不了了之 昨天这个深圳市 非常精彩 所以这些技术官员 还有点办法 聪明都用在这些点子上了 他说 网传有一个文件 披露了相关单位 科研机构 关于赛格广场震动的初步调查结果 这好像按戳戳的 就你觉得是官方证实了 这个大厦是没问题的 好像是这么一种感觉 实际上 他告诉你 这个文件真实存在 是内部文件 也就是他一个是内部文件 第二个是网传出来的 第三个是初步调查结果 所以实际上 要不要负责任 不用负责任 也就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结构安全的这个结论 是不需要负责任的 你别看 好像这个文件真实存在 是什么科研机构专家 这好像要 就好像实锤了 不是 他很有技巧性 所以这些官员都在想什么的 我们这个披露 谁披露出来 他自己放出来 放出来 但是他告诉你 这个是内部文件 所以还在研究阶段 而且是初步结果 你看到没有 非常的会 一方面又让你觉得 好像他实锤了 第二方面法理上 他又站稳了脚跟 站稳了这个基础 所以非常聪明 推卸责任的能力非常聪明 也就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的 这个赛格大厦到现在为止 没有人证明他是安全的 没有人正能把金负责任 港在肩上认定这个东西是没问题 没有人认定 要说说这个建筑质量问题 是吧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个面得有多广 这是一个个案 还是一个全国普遍性的问题 所以这个有时候要知危见诸 我们对吧 你什么都不管不顾 那你没所谓的投资 所谓投资你是要预见 有预见性 有预判性 是吧 有这个知危建筑 是吧 我们这个语文说 是吧 看到细微的 这个建筑质量问题 是不是就蔡塞格大厦的问题呢 两天建一层楼 只有塞格大厦这么干吗 只有深圳这么干吗 这个也值得说了 这个面有多广 今天刚好又看到另外一个新闻 衡阳长林小区内的消防通道 有一个很小的新闻 这些就网传的小新闻 反正我这个施工质量问题非常差 类似的问题很多 在中国的城市里面 这种挖地铁挖的地线的新闻 屡见不鲜 多了去 经常地线的 线下去的 一个中国可能没了能力 一个对地质的一个勘探 然后对很多自然因素的把握 其实是没有的 很粗糙的 就是像日本 这些地方他建一个东西 他地基是怎么样的稳不稳 这个地基能不能搞 或者说是日照 他们要算很多东西 不是开玩笑的 这是个专业活 在中国 它是个很粗糙 很粗放的这么一种模式 日本他建个房子 要算日照 每天几点钟 季节分布 这个日照是怎么样 所以哪个地方应该安个窗户 窗户应该有多大 这个全没有计算的 所以说什么设计师 人家设计师是个专业工程 在中国的设计师最爱是图个好看 日照风吹这些都要算 因为毕竟日本风好大 日本风是比较大 中国我没见过的 它无论是台风还是地震都比较多 所以它必须非常严谨 在中国很随便 据我所知 珠山脚范围内 其实地下水是很密集的 这种沿海 这种冲击平原的地区 就是这种地质 初中地底都有学的 什么冲击平原地区 所以它的这种地下 这种地质 很多时候并不适用于建这么高的楼房 是很多接触过 以前接触过一些就是在一些叫做规划局 自然资源管理 现在这自然资源局 以前叫发展与规划局 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专家 他们知道 但是你继续上 反正专家是领导需要上 专家就出个意见 你不上也不行 反正有人会处理 是吧 所以就没有很严格的论证 或者说要上就上 中国一直都这样 反正他们感觉又没有什么大地震 什么的很少 所以就这种建筑施工质量很出招 然后施工的模式也很出招 像我知道日本有研修生 研修生很多越南的中国的 他有过来学的施工技术 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 可以说没有很严格培训的 完全是民间那么捞水里怎么捞 都有抢救 在中国已经很普遍的使用海沙 基本上河沙就没多少 基本上就没多少 不够 他说发展的太快 基建搞得太快 然后海沙现在又说到海沙的问题 海沙就是它腐蚀性比较强 现在就寿命可能会比较短 那个建筑 水泥 真的不是有钱都买不到好的水泥 在中国 都是一般般不是特别好的水泥 可能中南海用的是好的水泥 一个其实它供给局部性的不足 好的东西都不足 好像是差的东西是好多都过剩 中国是其实各行各业都是这样的 就是钱没给够 我感觉就它没有这种消费能力支撑 这个社会 然后没钱 中国的钱其实没给够 所以这发展很多时候很畸形 各种省 省呢 然后经常它当时人不自知 整个中国它觉得这些很正常 经常搞什么叫做羊毛出在猪身上 中国不是经常有这么一句话吗 羊毛出在猪身上 就是这个东西不赚钱 然后我又在另外一方面赚钱 这是完全普遍的现象 你看包括顺丰 上阵子我们分析过顺丰巨区的问题 它现在也是快递不赚钱 我们要想办法 但是我们要维持住整个快递的基本盘 然后再从这个快递身上再想其他的服务 这就羊毛住在猪身上 就是本职工作做不好 然后不断的要延伸业务 所以就畸形发展 反正就这个问题有多普遍 关键是你如果非常普遍 今天是赛格大广场 明天是什么呢 是吧 这值得说了 什么时候会轮到你的房子呢 就回到我昨天说的了 昨天说房炒不住 房子你炒炒就可以了 赚了钱就要跑 你真时间长了 问题特多 问题特别多 不要想那么多永久天长地久的事情 中国就没那么天长地久的事情 它是极其不稳定的这么一个结构 不要用那个叫做发达国家 你发达国家做一个事情 做一百年 做几百年 做事过千年的品牌都有 在日本 你在中国搞两 在中国你就不能搞这种思维 因为它是剧烈变化的国家 你没有办法 所以为什么中国没有百年老店 你不要怪企业家 这跟企业家没关系 它的环境土壤太差 这是建筑施工质量问题 我就不重复了 反正面可能很广 大家都是要小心的 会不会到时候整 这个问题闹大了 中共会出手去管它 因为总不能让你今天 在这里颤一下 明天那里颤一下 这面子往哪里挂呢 对吧 那中共政府可能主动出手 让你们提高成本 让你们都强制性的交住房公积金 维修基金 那你又多一块支出了 对吧 让你们业主自己兜底去解决这个问题 政府肯定不会出钱 你的物业肯定是你解决 那到时候就出一个法律法规强制你们 或者说也换一个名目 叫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 我交给政府 政府再帮你 再看看怎么去处理 你看这就有名目了 这是建筑事工质量 这里先聊这么多 反正大家要注意 还有就说说左辉的事情 左辉贝壳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地产中介这个行业 其实中国房地产 大家都说是共产党潮起来 其实不完全是 不是说这个独裁体制造成这个房地产很厉害 应该来讲 它是属于邓小平江湖时代的这种特色底下 把独裁体制跟高度的市场经济的这种欲望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产物 就是中国经济 就是中国房地产 一方面政府垄断所有土地 然后慢慢拍地 另外一方面有一个高度的市场经济 你看香港其实也类似 所以它有这种市场经济很活跃的因素 在里面才有中国的房地产 这种市场因素是有 一个从投资角度 投资房地产能赚钱 所以大家愿意投 从终端的买房的买房客 炒房客到地方政府卖地赚钱 这是个高度市场经济 我认为这个不是什么 什么共产主义经济 这就是一个高度的资本主义经济 非常的 就是大家奔着那个欲望 那个金钱去 所以它才发展的这么快 包括中国的过去几十年 改革开放的经济 包括房地产 这个中介你看 无论政府搞什么手段 我们帮你离婚 离婚结婚 怎么买社保 帮你搞定 如果要确掩 要钻钻路 钻空子 要搞人才自治 跟你在网上 或者是找一些培训机构 加个几千块 帮你搞定 就帮你这个什么 帮你认定个人才自治 认定一个叫做什么 反正给你就随便安个什么大专 什么什么专业职称 搞个什么什么营养 就给你反正安个名目上去 你就没有买房资格了 你看到它就是一种很强的市场经济 突破了原有的框框 所以为什么中国楼市 中国房地产能够留了这么十年八年 就是来源于有高度的市场机制 然后又偶合了这个 集中地亚办大事 然后独裁体制 两个偶合在一起 这是个时代的特征 我告诉你 是江湖时期 包括邓小平 这种捉到老鼠就好猫 黑猫白猫 就是找到了这么一个平衡点 所以中国就发展了这么多年 包括楼市只是一个缩影 现在搭搁死了 这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告诉你 意味着这个中国高度市场化的房地产过去 我们也分析过很多其中国楼市 就是这种变回一种计划经济的房地产时代 我可以预料 这一个炒房赚不了钱 赚钱的前提 是 赚钱的前提是它是市场化 市场化的东西 有自由交易的东西 才存在赚钱 动不动就说限售 动不动 你明天就不能卖的房子 那不存在赚钱这个概念 或者说明天就给你改个规则 改个人家开玩笑 如果你在美国在日本 你要更改税收规则 那不是你想改就改 要很多条款 经过法院 法院还可以上诉 是吧 甚至是他上阵子 你想搞他小米 小米还可以上诉到法院 所以不要搞我 还可以这样你想想 人家的法治社会 在中国随便乱搞 所以就一个赚钱 是不存在的 没有赚钱的 计划经济就没有赚钱 这个概念 也有一种可能性是到了 因为计划经济往往意味着紧缺 我告诉你 我们之所以有这么多住不完的房子 是因为有市场经济在后面推动 如果搞回计划经济 习近平真执政到2035年 你信不信 到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很紧缺房子的地方 你信不信 很多房子就因为质量问题 就可能不能住了 塌掉了 拆掉了 然后因为失去了这种市场动能 它的这种建设就停下来了 建设停下来 或是慢下来 它现在不是要搞什么租赁性住房 反正就没钱赚 没钱赚这种冲动就下降了 有一些是烂尾了 那就这种建设冲动的下降 再叠加房子的折旧 现在20年已经颤巍巍的了 就像老人家站不稳一样 再过个10年 习近平要执政到2035年 那是还过个10年 那还能不能住 只要强强是爆破掉 有时候可能要爆破掉 把它炸掉 拆掉 你总要个解决 是吧 要拆掉一批 可能要一批 这不只是赛格大厂 一批都有问题 是吧 中国如果坚定的走计划经济 我预计有一天 它又会变成一个极度紧缺 但是到时候紧缺不会有钱的 我告诉你 它走极端的市场经济 紧缺是没有钱的 紧缺有价值 是有市场经济的时候 你看以前文革吃不上饭 然后说什么三年困难 那个时候没有价格 就是没有 就是紧缺 但是没有价格这个东西 它失去了一个变现渠道 也失去了这种交换渠道 所以就是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就是这么邪门 回到我刚才说的 这是房地产市场经济的结束 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大佬的去世 顺便也说说 反正这个大佬它肺肺肺癌 所以在中国也是肺癌的 这跟抽烟啊或者说是空气污染啊 经常如果搞房地产 经常进进出出工地啊 这会不会有点关系 看房太多了 整天看着看着一看看房那个里面可能是有中国的油漆吧 因为这也整天看那种新房子啊里面会不会看太多了啊 哎呀反正也是最后唏嘘一下了 反正你在中国赚到钱不一定有命话啊是吧 哎先聊到这觉得有点意思的 点赞点分享拜拜